《天天天臨》 主持人 謝二芳 宋景輝 錢劍榮 張三 大家好 準時開播 齊腳 準時 飛機有沒有誤點 打飛機會誤點 踏飛機就誤點 這個真是問題才知道 那你晚點打 就有些誤點 沒有誤點 打飛機是否有多少分鐘 沒有的 坐飛機就有 保心我的問題 現在四個男人不是要討論我嗎 飛機有誤點 打飛機也沒有 全自動人手操作 我們看看有什麼活動介紹 有的 第一個叫做中國文協 中國文協會 中國私詞十趣 這個 這個我也想報名 4月20幾日 不要緊 不要緊 給你看看 立即報報 4月26日 晴光敏博士 唐師三百首 究竟有多少首 是否三百首呢 床前明月光 到底在哪裏看月光 是 這些都是斷糕鼓 分分鐘真的看 李伯好像不是 那些鬼子佬 雙傳是 他是愛族人 西榮血統 總之非漢人就是鬼子佬 陸遊的差頭諷 你 錯錯錯 對 讀得 哪首詩歌 是用一二三四五六七百九十 百千萬 像尺 這十五個字 你問錢庭才知道 十趣 所以值得聽 如果對詩詞有興趣的話 其實也值得聽 猜頭諷 錯錯 是猜頭諷裏的其中一句 其中一句 是啊 你以為我講你錯 猜頭諷是說陸遊和表妹 表妹 我們不認識 我們說一句不認識 不知道我做什麼 五里無中 我認識 五里無中 我認識 由五里打褲 嚇死了 總之四月二十六號 中國文化協會 中國詩詞十趣 到底有多脆 有多少個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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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十個脆 有十個脆 謝功會上網 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鋪它 因為這些 詩詞歌婦這類的東西 都是很文人的 但是我們不要用文人的眼光去看它 說得十趣當然是一些 通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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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我們一般不在課本裏面 亦都不會深入去研究 這些平質 或者對象的問題 譬如詩詞 我記得我初中我老師說了一首 那些叫YC 就是 打油詩還是 他是YC 譬如有個泰秀 即那個棍很久沒有下雨 他說 他有一首詩 他說 泰秀出求雨 推槍門外看見月 那就是沒有雨 下雨就不會有月 他說泰秀去求雨 推槍出去看一看 怎麼見到月頭 那你為什麼要求你呢 這些又叫做詩 但是 這些叫YC 但是 也有名的 傳眾這麼久 我老師說完之後 我都隔了成四十年了 那我都不記得 你還小的 你還小的 小學 你 什麼 不是小學教的 小學就不夠記得了 小學只是見識職 伏職職 莫難當戶職 這些詩的時候 我們中學的老師教的 經典 講完之後 這些有趣的東西 沒有意記到 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通俗一下 欣賞的詩詞 可以去聽一下 我都報名 這個 P.M. 謝功 另外一個 我們本台的主持 有一個叫 太極本無極 又等你來 你可不可以 很遠 太極本無極 就是剛剛 我們剛剛之前的節目的主持 設施師傅 立刻穿太極衣服 你要配合 停空先 你 要不要收覆 停空給人家看 學太極叫含空 含空 聚爪誰堅含空 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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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說太極了 這個 說遠不遠 都是五月份的節目 剛才那個4月25 26 這個就相加一個月 5月24 都是4月5 我們到時會再提提大家 這個是港台文化互動系列的講座之一 其實兩個都是 這個都是中國文化會的節目 鐵藍 鐵藍兄 大家知道他叫鐵藍 原來就是藝名而已 真名叫林永漢 他講林永漢 一講永漢就知道 你很中國的 這些是被人扔的 有以後的香港這些 中國人身份是被人扔的 那是不是叫張宏漢 是漢人 永遠都是漢人 三毛五低 有被人扔的 5月24日 星期五 我們到時 兩三個星期之前 都會再提提大家 大家可以記住那個日子 其實講了那麼久 所以說 這個太極本無極內容是什麼 你講的 我真的不懂 這些原之有緣 我只是記得黑白 你看這個圖片裡面 前天好像有一點研究 兩兒生四象 四象 生八卦 黑中有八卦 白中有黑 即是圓中有方 方中有緣 即是你中有 我中有你 圓中有方 方中不可以有緣 四方西就是這樣 不行 什麼夠都不對 即是 黑中有白 白中有黑 圓中一定沒有方 方中一定不會有緣 那圓方 那就是黃狗 所以沒有生意 太極本無極這個講座 主要都是介紹太極 因為什麼十三世 其實太極本身 在香港現在流傳到這裡 是有很多地方 所以現代化了 其實太極本身是怎麼樣的呢 是跟什麼有關係的呢 流傳到今天呢 我最近聽到一個講法 這個真的講得 點中了一個要害了 他說現在的人學太極 不是學太極拳 學太極操 是 有道理 即是你一學到太極拳 你就要講 怎樣運用 怎樣打人 有防守 有防守 操就不用了 你要學完那些招式就算了 弄手動腳就算夠了 那個膝要多少度 手要放多少 要平均 對 對 我不知啊 蹬腿 我們一般來說是叫腰 但是看那些表演 不然腳蹬得高 比自己的頭 因為它是一個表演 或者是一個比賽 它是靠這些比分 那些評判 你的腳蹬得高越直 那些分目越高 如果我們學得到腰 那就不可以了 哪有得到分 很多人對太極拳有誤解 這麼慢 或者只是都不能打 其實 剛才講到 這個楊路蟬 他們在北京的時候 稱為楊毛迪 以前那些人開武館 會踢館 大家可以看 葉敏都看到 那些人會踢館 即是你沒有那麼多 北京設館 幾天就已經被人 不用了 其實去哪裏切館 就算廣東十虎 來到廣州 然後再去到香港 經常被人踢館 大哥 因為你很有名 我踢贏了你 我挑戰你 我贏了 我贏了 那你的徒典都來我 那就期待了 他稱為楊毛迪 現在不是楊毛迪 那是楊毛迪 就知道他真的可以打 現在人們的學證是怎樣操 就讓鐵藍師傅告訴大家 因為他不只是學太極 我跟他聊天 他是 他是 國家國派 洪拳 蔡里佛 太極螳螂 七星螳螂 詠春 蒙古摔交 摔交 摔交 還有空手道 他會互相影響 這些技術 我們叫做技術 是互相影響的 那些叫外加工 所以他大概20年前 覺得身體 始終都是機能 年紀越大 這些外加工 就會對自己 都有些影響 學太極養生 當時有 不知道南京 北京是一個人 南京 有一個高手來香港 我聽他說 他在學太極裏面 有一些盲點 他學極都不行 衝破不了那個盲點 請太極師傅指導他 但太極師傅說 我們來表演 離開了 他說不要緊 我去北京找你 不是 我給你一千元一粒鐘 有一千元一粒鐘 飛機也延遲了 不延遲就買一張 所以他在南京師傅 真的學到他想要的效果 所以你看到 你聽我剛才的價碼 你就知道這是武癡 你給我 你給多一百元 你不懂就夠就 所以你的飛機是準時的 所以鐵男師傅 他真的有本事 有所尊 大家有見證 大家聽一聽 究竟太極本無極 和大家心目中的太極有什麼不同 可以去踢館 應該可以去踢館 去踢館就先過我這關 過你這關很容易 你什麼賊都不懂 我太極本無極 你說 哪裡來的 我是螳螂 不行了 進去吧 你這關 進去坐 進去坐 好 好 接著 上個星期我沒有做 應該回到香港了 但回到家都在九點多 節目做完了 所以我都不會趕來 我們宋主委不同 當日是十二點幾 回到香港也是三四點 回去睡覺 回來睡覺 還未遲 本來上個星期宋主委說 我們特意做一個團在台灣 做什麼呢 上個星期他想留我講 我來講 他講得不夠你精彩 大家都是遇到那些東西 那你的飛機高來低去 他不會的 我們都講了 其實我們都報讀過幾次 兩次 台灣宋瑞康先生 這位用重塗社 木字邊的宮那個蟲 蟲樹那個蟲 海濤那個蟲道寫 舉辦了一個叫做 掌公我們永遠懷念你 就在中正紀念堂 在4月5日的下午舉辦 此宋跟彼宋是嗎 誰 此宋跟彼宋是否一個宋 都是他的宋 都是他的宋 宋朝的宋 我的意思是說 他是不是宋家的人 不是 不是 他是香港人 應該是一個建築師 建築師 就在台北 就已經是 扎根 他父親就 老死都 跟謝功一樣 死硬派 離開了大陸 他死硬過我 因為他說 不會逼共產黨統治 所以 97 之前他已經離開香港 去了泰國 老死在泰國 都沒有搭觸過香港 所以這些 比謝爾方更謝爾方 我老死不上大陸 這樣說 我現在還沒有死 所以 是不是有一天我會搭觸大陸 不知道 我不會說得那麼快 總之 今天 好像台灣那些太陽 我今天沒有這個 還沒有這個想法 今天我還沒有這個想法 還沒有這個想法 還沒有這個想法 還沒有這個打算 下一分鐘我有沒有 總之這一秒 我沒有這個想法 到現在為止 我都沒有想法 摸著頭說 好啦 我們就 宋瑞康先生 打了個電話過來給我 他說 我們有個活動 想拆一場 我也通知手足 天藍的兄弟 又籌了少少銀 給年輕人 一副八應 盤川 一副八應 因為年輕人 經濟上有些困難 所以我們都跟其他兄弟 不去的兄弟 或者去的兄弟 就籌了錢 按那個經濟 和學生 或者是在打工 按比例 津貼了他們 都有幾個年輕人 還有台灣 有幾位手作 在台灣讀大學 都照著我們來幫忙做事 這次我們並不是質純粹去參加 是幫大會去做事 做義工 有張相片 有張相片 麻煩給張相片 好 我們繼續說 我們總共有五張 其中一個信 在右下角的是信封 其他五張有些蔣介石的墨寶 和他的玉罩 五張就進入信封 信封都未接好 信封 一會兒我再給大家看 我們大概十個人 要進入三千份 那真是血汗工廠來的 或者我示範 我怕看不到 本來就是這樣的 一張紙 就是這樣的 他們就接上去 要接信封 把利放進去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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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信片 還要放明信片 他還要分那個次序 要排位次序 那就是 掌公的容莊照 你自己看 你給觀眾看 掌公的容莊照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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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一張一張介紹 總之分次序 分次序 好啦 那我們當 因為我們去入的時候 就只有四張 那我們入好了 三千份 三千多份 到我們搬上車 準備運走的時候 宋Sir那個秘書小姐 就衝下來樓下 就說 喂喂喂 我們原來還有一張未遊行 還炒 已經是製成品 沒辦法 因為都入了 和上了車 所以我們說 我們 我們去吧 就是拿到現場 有時間我們進去 沒有時間 到時候 兩份一起夾牌 但是我們 第二天 即是4月5日 我們9點 10點鐘 我們已經到了 早點到 唯有 早點到現場 十幾人 十幾人 我有些台灣朋友也來了 加起來 十五六人 好好當當 大概一個兩小時 都入了 也跟大會幫忙 做其他事情 大會提供了一個便當給我們 我們有工資 一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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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便當 我們這次 真是去 純粹幫大會做事 旅遊 只不過是 因為我們買 買機票 它是五天 六 即是五晚 五晚 五晚 和機票 和機票 變成我們有些時間 剩下就自己去玩 4月6日 我們租了一部車 幾個人 去了野樓 野樓 原來很久沒有去過 那個女王頭 已經幾乎是 轉頭 轉頸 轉頸 以前我們 我記得 我第一次來台灣 1977年 你還可以 摸著他的頸 摸著那個女王頭 拍照 現在不行 現在他圍起來了 那個女王頭的頸 本來就比我 宋主委的肚子 現在就好像我們的頸 那麼幼 廣東話叫 燈心釣芙蓉 我是燈心 現在是芙蓉壓燈心 如果是這樣 你可以把女王頭回來 是 所以 我們去 我想介紹這幾張 文章片 那些文章 你懂不懂得讀 我怕你不懂得讀 拜託 因為禮二廉 下面那個 就不懂得讀 被文建聯 這個 正如那個信封面 就這樣說 第一張就是那個 容莊照 掌公容莊照 清天八分張 是吧 清天八分張 我又不懂 這個是什麼 是明信片 第二張 他又說中華民國23年 所以他有分次序 有分次序 有分次序 十二月 掌公搜書 禮二廉恥 跟著下來 也是二十三年 也是二十三年的寫 臥身嘗膽 發揚民族精神 最後一張就是 他的遺囑 遺囑 六十一年 首書 他的遺囑 不是遺囑 怎麼叫遺囑 遺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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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知道 才記得 不然不說 這一套明信片 我們都會送給天南的聽眾 我就鋪上去天南的專業 還有我自己私人的Word 有幾套 還有怎樣拿法 到時 不多 就不敢告訴你 總之 照幾年 我盡量 沒有我和你再去找 二十多套 三十套應該都夠 除非有特殊理由 一人就起碼拿一份 我有些朋友想要的 都可以拿多一兩份 因為我們都寄給你 大哥 因為 我們都寄不少東西 又有行李牌 行李牌寄了兩次 然後之前又不知道寄了什麼 總之 因為我們收得大家月費 我們都要回饋讀者 所以大家可以 看到我 我的Word 和天天南的專業 大家私信我 留下你們的地址 還有要多少份 還有希望 我希望 你拿了之後要送給別人 拿多了就 如果是要拿多份的 希望你能夠把那個消息分享出去 當然你說我拿一份 我都幫你分享 當然要多謝你 我想拿兩份的 希望你能夠和我分享出去 我們希望多些人知道 我們都能夠把這些禮物送給大家 雖然那個人我都未必認識 但是這些東西 留在我那裡我都沒有用的 我都希望多些人認得 好了 講回那個 行程 行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沒有什麼特別的行程 我們是 純粹是 4月4號那晚做了氣氧工廠 4月5號大會 大會 大會有很多人來 講海外的僑胞 不要說本地人 有些什麼來自南非 日本 美國 很多團的 那裡我猜人數 來自海外的地方 當然香港澳門最多 那裡差不多有四五十人 如果講港澳兩地 其他各個不同的地方 總之 因為宋瑞康先生 為了答謝歸國華僑 來參加這個活動 就在國軍英文館七樓 就擺了二十位 那你當他 坐滿滿 十個人一位 你當他坐不滿 七百人 起碼六百人 六百多人 又有一些圍所 有一兩個位剩下 大概六百多人 你二十位便二八 八六七人 那一晚大家都開心 我又見到阿瑾 馮瑞凡 很久沒見他了 偶像 跟他約幾次訪問 他都沒有空 這次我又說 你豈有空跟我做訪問 你偶像 只是謝忠的老闆 當然 我們邁去想拍張相片 都還不到身 那你告訴我 是你不出聲 你是坐那麼遠 那晚我們見到一個因公 這位什麼因公呢 本黨 我們 我們的因公 不包括你 本黨黨產 被民進黨扣押 我們有個因公 其中一個月出不了糧 KMT出不了糧 那他曾經有個月 拍胸口 入我的數 三千萬 三千萬台幣 還有不少東西 這位就是 我講了他的title 本黨是因人 世界 KMT台商 之友會 這位老哥叫劉雙全先生 真的很有心 那天晚上 我們一到那天 我們三日到 那天晚上也是請我們吃飯 那天晚上哪有人在呢 嚴署長 嚴前署長 應該說 嚴重光 嚴頭那辦的那個署長 現在已經無官一身輕了 說話都不同了 退休 說話都不同了 退休人士 他經常說 你那個地下電台 我們那個不是地下電台 我們那個是全球廣播 台灣就是這樣叫做 另外一位就是以前好意通的老闆 錢平國 也有國民黨的海外部主任 郭雲光 另外有一個女士 值得介紹 這位女士就是前國策顧問 國策顧問 客補一點點 什麼名字 你以為你介紹 沒有 我只是知道是國策顧問 我都不記得了 混革的 你忘記了名字 不要介紹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混革的 這都是有心明事 有心明事 明白明白 但他從南非回來 南非回來 我記得他 他是南非的汽車代理商 日產的南非代理商 說得很順便 忘記了 太熟了 太熟了 名字是很普通的 很普通的 不要緊 待會休息的時候 大家再問 那晚就 都放了兩圍 在一間餐廳 都OK的 那些東西 又配上很多 真的兩圍 你們 貴筆 貴筆 VIP 我們身份當然不同 主席 上座 主席 我們吃飯當然是跟 星光奕奕的那些人吃 黨國名人 跟二打六 跟二打六去 你幹什麼 一呼八應 那就是 在中正紀念 和我掌公的活動 我當然是跟阿錦拍照 因為二打六 我不會跟他拍照 你也會跟他拍照嗎 是不是 所以 都說到底 這次我們真是純粹 那這個活動呢 有哪些大家熟悉的人 國民黨三個 現任主席 吳敦儀 前任主席 馬英九 洪秀柱 有幾位都到的 其他就有什麼 賴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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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最猛 火力很大 這個火力很猛 林奕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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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經常都讀錯 林奕不是奕 有少少鴨尼州口音 你不要這樣笑 我可以 對不起 好繼續繼續 這位近期在KMT裏面 火力都非常猛 還有我們宋兄也很熟 這位 都有些交情 KMT的 很多猛人 其實我們不認識 那天的活動裏面 很多猛人 不知那些什麼上將將軍 有一大堆 我們不認識 其中一件事 我們一定要提 本來我們打算去拜訪 前院長 郭伯川先生 但遺憾他有抱養 住院有養 但他非常有心 他特別託他的副官 王將軍 副官是將軍 副官是將軍 特意帶16本 因為我們團有16人 他帶16本他的著作 簽名的著作 帶來現場送給我們 重返抗戰現場 那本書 應該是幾年前的作品 他來香港的時候 曾經推銷過這本書 當時我們也買了 但是這份心意 是物卿潔意眾 我家裡也放了一本 對 親筆簽名 所以 聽著天南的節目 跟著謝功去旅行 黨國明宴 那位南非的代表 什麼名字呢 我查一查 稍後回來再說 難怪那我就說一次 好 好 好 對 好 爹 玩 好 好